香港留價多年以來 都是毀裂全球最難負擔留價的首位 年輕人想置業 躺沒有父幹的支持 置業之夢遙不可及 因此資助兒女置業 已成為持父母 不可避免的無形壓力 但究竟資助多少 才不至超越父母的極限 一般而言 父父幫助子女上車 多以代付部分或全部首期作之助額 以一個七百萬的單位為例 一成至三成的之助額 由七十萬至二百一十萬不等 者不甘額對一般中產而言 也不易負擔 如果是一般基層父母 實難以負擔此不甘額 不者從親友中曾聽聞 有一位基層父親 他的兒子快將結婚 兒子對父親說 沒有留 很難取妻結婚 於是要求父親將名下的物業 轉至他名下 並表示婚後 可與他一起住照顧他 哪位父親自己無力替兒子支付首期 為了不令兒子失望 於答應要求 兒子結婚後 以種種理由不讓父親回家 結果老父被逼輪到街頭 最終被社工發現處理 至於哪曾以轉名的物業 仍無法順利為老父取回 這確是一個不快的故事 故事終點出人情冷暖 中國式的慈父 全力幫了兒子後 換來的這種待遇 確是令人心感不安 香港是一個很傳統的華人社會 但父持子不孝的現象 卻不斷發生 因此做慈父也不能抹底線 因為香港退休制度不完善 因此幫子女之餘 也不能不預留資金養老 好